大家好,我是妙巫 现在听到降息这个词是不是已经麻了 所以,那么告诉我 你是否知道刚过完年的时候 央行寄出了史上最大幅度降息这个消息 不过,不管你麻没麻 反正房产中介门基本都麻了 我微信里的那几个中介甚至连朋友圈都没法 这又是放在四五年前 中介门的朋友圈可是要炸开过的 会满世界的宣传注入 央行大力刺激,房价又要起飞之类的消息 本次降息是把五年期及以上的LPR 由4.2调整来3.95 幅度高达0.25 是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次下调幅度 过去最大下调记录是0.15 所以,这次被媒体称为史上最猛降息 0.25的降息是什么概念啊 要知道,疫情那几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也只是0.05,0.1这样的几压高时的降息 用了整整四年 LPR才扭扭念念的从4.8降到了4.2 而这次一次性就从4.2降到了3.95 对于一向保守的我国央行来说 真挺大了 我不是还专门出过一个视频说 一直降息一直爽的吗 所以站在你的个人利益角度 你是那个被爽到的人吗 如果降息符合你的利益 弹幕扣1 首先,如果你是个没买房 但还是想要买房的等等档 降息肯定是符合你利益的 单单本次降息以100万房贷还30年计算 就比降息前至少要少掉4.5万的利息 而如果你是从4.5年前的4.8的利息 甚至5点几的利息等过来的人 那你能省掉几十万利息了 而这还不算这些年房价下跌省掉的钱 我不是还出过另一个视频 你不买我不买 下次还能再降点的吗 我从好几年前就说可以做个等等档 因为那时候苗头就不好了 所以此时此刻等等档们 真的可以理直气壮地喊重 等等档终将胜利这句话了 只要大家都不急 急的就是对方 其次 已经买了房的人也会是受益者 自从房贷LPR改革后 LPR的下降也会带来存量房贷的下降 记得刚改革的时候还有人鼓吹千万别同意 说以后加息就惨了 现在没同意的是不是肠子都悔情了 我还专门出过两期视频 专门讲加息和降息的 要知道 在经济低迷期几乎不可能做出加息的决策 我国上一次加息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2011年了 是为了抑制消费和投资防止经济过热 当时2010年的GDP增长率高达10.6% 所以 以现在的经济环境 降息刺激还不够呢 在可预见的数十年内 加息的概率都非常之小 因此 选了LPR的人 不用担心会加息 不过 有一说一 这次选择在年初大幅度降息有点不厚道 因为大多数银行的政策是 存量房贷利率在每年的1月1号调整 所以 至少这一年内 大部分存量房贷的人是享受不到降息的好处了 得等到明年才行 其实 陈毅要是做的话 应该去年12月降才好 当然 事务必有两面性 就降息本身来说 自然也会有人欢喜 有人有 但不告诉我 从你的利益角度 你是忧心的那个吗 其实 对于普通人来说 降息带来的直接坏处就是 随着贷款利率的降低 银行为了维持利润 以及防止运营风险 也会同步降低存款利率 所以 这几年各大银行的存款利率 也在持续走低 如果你是个有着几十万 上百万现金的人 且只靠存款利息来获取收益 而且又不会去贷款的人 显然 降息对你的影响就是负面的 直接影响了你的现金收益率 这部分主要就是有存款 没负债的老年群体 以三年期定存为例 我记忆深刻的是 五六年前我去存款的时候 连4.2的利息都看不上 跑了好几家找了个4.5的存商了 客户经理还又是送米又是送油 而今年以来 3.0以上的大额存单都得靠抢 银行也啥也不送 依服你爱存不存的样子 所以 这里有个小建议 因为现在刚降息没多久 很多银行还没来得及调整存款利率 所以 如果你有存款的需求 可以趁这个空档 去找个好点的利率给存了 3.73.0以上的 都算是比较好的利率了 不过 如果你会理财的话 存款利率的降低 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掉的 看过我多一点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个低风险理财的热衷者 所以存款利率的降低 对我本人虽有影响 但总体影响不大 因为 在降息周期 债势会走强 所以我持有的债机 这段时间涨势喜人 而我老早就科普过 银行里绝大多数的 低风险理财的产品 打底资产就是债券 所以这段时间 银行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也涨势喜人 不过 债势持续走强 也意味着可能已经入高点 现在才想投入的话 要谨慎了 这种事要提前布局才好 另外 我不是好几年前 就发过视频 喊大家存钱了吗 因为那时候降息周期已经开始 想存钱 就需要提前锁定高利率 我个人上一批锁定的利率 是三年期4.5左右 而且还是按年复息 那一批陆续到期后 新锁定的利率 是三年期3.6左右 可惜再也没有按年复息了 所以 就我个人来说 是一定程度的 规避掉了存款利率的降低 对我低风险理财的收益影响的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了 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 想让钱躺在银行 就能有不错的收益 是越来越难了 想要用较低的风险 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 理财知识还是要尽快学起来 记住 一定要学习了 了解了 有心理准备了再去操作 否则即便是很低的风险 对你来说也是高风险 还不如就老老实实的存银行 既然提到了 要会存钱理财 那当然也要会省钱 众所周知 低价卷王拼多多 一向都是没有套路 直接降价 把性价比发挥到极致 现在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特意联合老朋友拼多多 给粉丝朋友们 准备了年后福利 拿出了一批全新正品的 SKG颈椎按摩器 最低意愿就可以秒杀哦 SKG是专注于 肩颈及腰部按摩的 专业大品牌 脉冲微牵引模式 可模拟人手按压锤打 大面积发热功能 三档智能温控 五秒速热 环绕式温暖后紧 而且体积小 无噪音 我说过 梳理正确的消费观 不但要在当下理性消费 还要尽量避免 未来可能的大额开支 比如医疗 所以 如果你也有肩颈疲劳酸痛等问题 选SKG颈椎按摩器 准没错 提前花点小钱 不但当下舒服 还避免了未来花大钱去治疗 是绝对值得的 先以开通粉丝专属优惠购买通道 点击视频下方或评论区置顶链接 就可以直接跳转购买 最低一元就可以秒杀 数量有限 快冲哦 关于理财 我再多插一嘴 现在很多银行两年期 及以下的定存利率 才二点几甚至一点几 这个利率水平 其实是接近于 甚至低于货币基金的 收益率水平的 而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 银行间拆借市场 移存管市场 虽然不能把话说辞 是完全没风险 但确实是被认为 是风险极低的存在 所以 如果你打算存两年期 及以下的定存 还真就不如看看 合适的货基 货基含有着 零存零取的巨大优势 相当于用活气的钱 享受定存的利率 我很早之前的理财视频就说过 我卡里的货钱 不超过一百块钱 超过的我都会随手放入货基 等积累到一定数额 再转成定存 或其他收益更高的产品 所以 用好货基 是普通人理财的第一步 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能为你钱生钱 其实 不管降息还是加息 都是把双刃减 但只要通胀 汇率等客观条件允许 低利率是有利于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减轻居民负债压力 以达到刺激消费 刺激投资 刺激社会经济活力等目的 一个发达的稳定的社会 利率水平都会比较低且稳定 比如曾经的欧美日 因此 普遍认为 即便现在的LPR降到了3.95 其实也不算低 我们在降息的路上 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我们本次降息 当然也是为了降低融资成本 刺激消费 刺激经济 本次降息主要降的是 五年期及以上的 中长期贷款利率 意图也很明确了 就是要稳一稳 房地产这个业火 因为现在房地产的数据 真的很糟糕 据传 龙头优质房企某科 都传出了 还债困难的负面事件 那说明 真的挺糟糕了 降息后 一方面刺激 还有能力买的人 再买一点 拖一拖实 另一方面 存量房贷的下降 也能减轻还款压力 释放到消费端 有利于经济 那有人担忧 是不是想再次引爆房市呢 不可能 我早前就分析过 房住不吵 从提出来的那一刻起 就不是一句空话 屡次被反复强调 最近刚开完的大会 也是再次重提 直到现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大城市的限购政策 都不算完全放开 房住不吵 绝对是来真的 现在主要就是为了脱市 想软着落 不要引发金融风险 最关键是 现在处于房地产的 大下降周期 只要趋势形成了 是很难短期逆转的 因为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当年可是降息 到了零点几都没有用 除非背后的 基本面发生大逆转 比如居民负债率大降 居民收入大增 最重要的是 新出生人口大增 这三点 想短期内逆转任何一个 都极其之难 特别是出生人口这点 我就不多提了 曾经某人说过的白菜价 真不是一句空话 等等当 真就越等越胜利 所以 如果还有人 给你鼓吹房价暴涨 让你焦虑 你让他自己多买几套 顺便谢谢他 贡献的税收 除了房子 很多人会担忧 降息对通胀的影响 其实 我之前专门讲 降息的视频里也说过 通胀永远都是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 首要考虑因素之一 美国这两年 疯狂加息 核心目的也是为了 回收货币流动性 抑制通胀 而我们之所以能力 是降息 也正是因为 我们的通胀低 甚至都处于通缩边缘了 而我之前专门讲 通胀的视频里也说过 因为我国的基础工业完善 商品自给自足的能力 很强 且长期产能过剩 打折降价都不好卖呢 何况涨价 这成了我国现在 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世界上有我们这种 抗通胀禀赋的国家可不多 欧美去工业化后 大部分消费品都需要进口 商品价格就很容易 受到外部因素波动 所以我国要想刺激通胀 以刺激经济 就必须把消费刺激起来 去消化过剩的产能 降息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就是要增加收入 这也是未来 我国重点要做的 刚开完的大会 也重点提了这一点 关于通胀 我就不多讲了 我真的说过太多次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我往期相关视频 总之 如果有人见降息 再次给你贩卖通胀焦虑 你不用理会 其实 降息后当然也面临一些其他困难 比如资金的空转 沉默 利用率低等 不过这些就要考验 上面管理者的智慧了 自有专业人士去操心 我们普通人 不必为此跟着焦虑 作为普通人 我个人的宗旨 一向都是务实 绝对的实用主义 我只思考 在这种大趋势下 怎么做 能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 最大程度的利用其好处 这就够了 好了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 已经记得长安点赞 点赞 一定是长安 这都非常重要 没关注的朋友 欢迎点赞跟关注 以后会有更多关系到 你切身利益的 有趣话题讨论 我是妙屋 大家下次见